中国女排开门红却有隐忧,朱婷依赖症太严重,独得36分急需帮手。 北京时间6月27日,世界女排联赛南京总决赛打响,中国女排首场比赛对阵荷兰女排。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敖战,中国女排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,连赢三局完成逆转,拿到了总决赛的开门红。 第一局比赛,立足维稳的中国女排20-25不敌荷兰女排。 经过调整后,中国女排逐渐找回了状态,分别以25-21,25-22,25-18拿下后面三局的比赛。 三局一赢下首场比赛后,中国女排不仅为晋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同样有利于避开墙底美国队。 不过,这场比赛还是暴露出了不少问题,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朱婷依赖症太严重。 全场比赛,中国女排一共拿到了95分,其中直接进攻的60分,篮网的12分,发球的4分,通过对方失误得到19,而朱婷一个人就拿到了36分。 本场比赛,得分上双的球员还有袁欣悦和公祥宇,分别是11分和10分。 不过,除取对方失误的分数,全队所有球员加起来的分数也只有40分。 反观中国女排的对手荷兰女排,就有两个强大的火力点,斯洛特耶斯堪下20分,布埃斯更是拿到了22分。 尽管朱婷的能力无庸置疑,但是如果仅靠一个人,显然无法支撑球队走得更远。 在赛程如此密集的情况下,而且对手的实力又如此强大,女排不可能仅仅依靠朱婷一个人。 接下来,就要看朗萍指导如何调整,将袁欣悦,刘晓彤等队员的威力都发挥出来,多为朱婷分担一点,这也有利于朱婷保持体力,打好后面的比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